记者中立华台北报道,国民党与新党今天分别到监察院,对于前促转会副主委张天钦等人违反行政中立,要求监察院调查,国民党要求,除针对促转会外,也要调查党产会与重选会等所谓的独立机关,揪出更多张天钦们。 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洪孟开表示,促转会被爆出沦为宣战打手,密谋打击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仪,并以蔡政府的东厂自居而洋洋得意,虽然张天钦被迫请辞下台,但包括主米,研究员等人全部仍占据高位,稳入泰山,甚至还传出主米目前代理促转会对外发言工作, 这完全就是行政权的滥权扩张,监委应尽速纠据相关人员,国民党文传会代主委唐德明说,监委对于公务人员认为有违法或失职行为,应先与停职或其他急速处分时,得以书面纠据。 而且只需经其他三名监委审查及决定,就可由监察院送交被纠据人员主管长官或其上级长官将其停权处分,监委应尽速纠据,以维护物权分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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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